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一集我们继续来聊有关猎豹 腰动五公里轮行战车 在前几天我们介绍之后 引起了很大的回响 也有很多长官非常的热情 给我们进行一些补充 因为这一项装备应该算是 陆军近年来少见 具有国际水准的主战装备 首先上一次并没有描述很清楚 因为猎豹轮行战车 它是采用二代云豹的车体 所以它在一二四这三对路轮 它是具有转向能力 所以它的回转半径可以缩小到九公尺 这张照片是二代云豹的车体 里面的M1样车 就是它的第一台原型车 在转向的时候所拍的照片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第一队第二队 还有第四队的路轮 它正在转向 另外有关它的主炮 因为搭配了新式的自退系统 包含了炮口自退器 还有整个炮座的助退器 所以将原来M60A3战车 它在发射要动五公里 主炮的时候产生了60吨的后座力 降低到猎豹轮行战车的20吨 所以整个后座力压低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 再一次强调 这一种是属于低后座力的主炮 并不是低唐压的主炮 因为一般低唐压的主炮 它是另外一种减装药设计的主炮 低唐压的要动五公里的主炮 目前也只有法国的AMX10RC 这款轮行炮车有采用 而且它的规格跟一般常见的 要动五公里主炮也不一样 所以目前法国军员给乌克兰的 这一批车子里面 它的弹药就要另外准备 并没有办法跟北约的制式弹药来相容 炮口注退器就是在火炮的前方 这一个胡椒罐形状 有点像我们一般枪支的防火帽 它可以用来减轻整个火炮的后座力 还有压低它的射击时产生的热焰 另外在炮座这边呢 它会有一个注退弹簧 它可以用来缓冲降低整个后座力 所以在这两个机构的组合之下 才有办法将它原来的后座力 由M60A3的60吨降低到20吨的后座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进行实弹射击的时候 它车身的晃动程度并没有预想中的大 显然这一次的降低后座力的设计 是算成功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M1128 以及猎豹战车 它们在射击的时候 后座力部分的表现 这可以由车体晃动的程度 来做一个判断 M1128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以上的影片就明显看得出来 猎豹战车在后座力部分降低的表现 是由于美国史崔克系列M1128它的状况 不过M1128因为它的盾位比较小 它因为有空运上的需求 所以它的盾位大约才20吨左右 会这样比较就是好像又有人要来推销M1128给台湾 所以我们就先简单做一个了解 另外有关腰动物工理 翼吻脱壳穿甲弹 还有人员杀伤弹 一般在打装甲车辆的时候 都是采用这种翼吻穿甲弹 黑色的这一枚就是乌钢材质制造的 灰色的这一枚它是一般的钢心弹 作为训练弹 而灰色的训练弹 它是由一般的钢心弹来组成 它的造架是左边黑色的乌心弹的十分之一 而最右边这一枚就是人员杀伤弹 里面有2000颗的钢珠 这样可以对于大量的人员目标来进行攻击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散弹枪一样 只是它是由战车所发射出来的 在这边特别解释一下APFSDS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这是一般战车非常常见的反装甲武器 基本上它的结构就是有一个飞镖形状的弹头 另外在弹头的中段这边有一个稳定环 这个稳定环它是在发射之后 它会脱落下来 有的弹种它这个稳定环是木头制造的 来减轻重量增加阻力 另外在弹壳内部这边就是它的装药 所以右边这张照片就是穿甲弹发射出去之后 它的稳定环脱落的瞬间 所以弹头本身是靠着它的高密度 还有它的速度来击穿敌人的装甲 这是这一次猎豹展示的时候 在现场也有展出500公里的均值钢板 还有450公里的均值钢板都被它轻易贯穿 所以看起来穿甲能力非常的优异 接下来我们来看实弹射击的时候 中科院他们有对于450公里的均值钢板 还有500公里的均值钢板来分别进行测试 目前看起来这门炮对于这一类的均值钢板的贯穿能力 表现算是可以接受的 很多人会质疑火力上的贫弱 当然假如解放军第一波的船团所要上岸的 大部分都是属于这种铝合金车体所打造的 像两栖装布战车 还有轮式步兵战车 还有像散兵的战车 这一类的车辆它本身都是属于薄皮嫩机 主要在机动力的表现 所以以105公里的战车炮来射击绝对是有刃有余 甚至像CM34它的30公里链炮 在针对这一类的铝合金车辆都是没有问题 相信它不管多少的数量上来 我们一定可以把它轰下海 接下来有关车宽跟车重心的部分 后来有长官来说明猎豹战车 它所采用的第二代云豹的车体 它已经比第一代的云豹还要加宽20公分 所以它目前的车宽是2.9公尺 当然一般人直觉上还是看整体的比例 可是大家可以放心 车子的重心有经过计算 所以在当天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斜坡上的测试都没有展现出剧烈的摇晃程度 在接下来D3的样车它的高度还会进一步的降低 所以车宽跟车重心的问题本来就不存在 要降低车子的高度可以由任务舱这边的高度缩减来进行 所以像美国的M1128 它也是在任务舱的这部分的高度进行单独的降低 所以它的引擎舱反而突出来一点点 所以目前看起来D3样车或许会采用这个方式来进行高度的调整 另外猎豹战车全车都是有复合装甲 在正面可以抵抗30公里的穿甲弹 侧面可以抵抗12.7公里的钢心弹 12.7公里就是武林机枪 武林它是0.50英寸 换算成公字就是12.7公里 而在猎豹战车它的周围有8个观景 所以操作手在车内就可以掌握车外的状况 车长也具备独立的观瞄系统 而它这一座遥控武器站配备的是武林机枪 它是由202厂跟中科院共同研发的 所以在前面有写一个202 那长官特地来说明 提醒我们 这一座遥控武器站跟征收车上面那一座完全不一样 因为征收车上面那一座是205厂的产品 猎豹战车上面的这一座遥控武器站 它本身整合了车长的观瞄系统 所以他们还特地在遥控武器站前面写个202来作为区别 他们当初也很怕大家误认为这个是205厂的产品 不过我们看起来 它相关的这些走线还可以再进一步的优化 整台猎豹战车 它有雷射预警系统 就是万一被雷射测距的雷射扫到的时候 它的警报就会开始作动 而在炮塔后方左右分别有6具的烟幕发射器 来作为干扰隐蔽自己的位置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在车尾的部分左右各有6个烟幕发射器 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得出来这边的散热 经过查证 整个云豹车系都是具有车内的空调 这我们稍后再进行补充 这边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它的散热设备 这部分也是引擎的所在位置 大家都应该有注意到它在底盘的位置 左右各有一个装置 像左边这一个就是辅助动力系统APU 右边这一个就是中央胎压系统 就是可以所有的轮胎由这个中央胎压系统来进行调整 而在一二对还有三四对入轮中间的这个凸起物 就是它的氮气溶缸 就是进行这个气压的避震的调整所需要的氮气 这一次的展示由于时间非常的匆忙 所以当天的氮气并没有充满 才导致了第三对入轮跟第四对入轮 这边呈现比较下沉的状况 所以由长官来说明 正常情况下 应该会比较像去年 在南侧中心 将军山的大峡谷靶场 涉及的时候呈现的这个状态 在当时的照片中就发现 所有的状况都是非常的好 底盘都是非常的平均 入轮承受的压力也都是一样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接受这个说法 假如在未来 这个氮气溶缸的溶积可以增加的话 那猎豹战车 它在避震器高度的调整部分 就可以展现更长的行程 那它就可以躲在掩体的后方 或者海体的后方 只伸出它的炮塔来进行射击 而射击完 再可以压低它的车身 来进行隐蔽的动作 所以这是未来可以考虑的方式 一般他们称为探头的射击 就是把它的炮塔伸出它的隐蔽物 来进行射击 然后再降低车身 这要看装讯部 未来会不会想要实施这样子的战术动作 当然我们也建议之后 假如他们对于炮吻系统非常有信心 真的可以向日本做一个酒杯测试 当然昨天直播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建议 可以到维大利 奶茶 保利达逼 威士比 台湾啤酒 还是高粱 我觉得这都非常的好 基本上中科院跟工研院 他们在这一部分相信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有机会真的觉得可以这样子来展示 这样大家大概都没有什么话好说 另外整个云豹车系是可以加装辅航板 还有推进器来进行水中的辅航 这在原始的设计上面是有预留的 所以假如海军陆战队要采购 应该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当然我也有建议 可以参考像德国 豹二当初测试的时候画了一条白线 这样子炮吻系统的运作 作动就会更为明显 让大家一目了然 一场成功的展示 就是要让所有的优点发挥到淋漓尽致 所以放一杯啤酒或者红酒在炮管上面 更可以展示我们的炮吻系统 还有车身整个悬吊系统的均衡性 吸单量的部分 它是要动五公里的主炮 携带有33发的炮弹 包含了炮塔内的16发 还有车身里面的17发 另外车长的50机枪弹 就是12.7公里的弹药有2000发 同轴机枪7.62公里的弹药有4000发 所以基本上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设计 当然要比较一下M112-28MGS 它的吸弹量才18发 主要是因为它车内空间的限制 它是属于无人炮塔 所以它的弹药全部在车内 而它的车内分为两个弹箱 前面这个在射手旁边的有8发 后面在车尾舱这边有10发 所以它是10发的弹仓 再加上前面的8发的弹仓 而这一次猎豹战车的展示 大家都感觉得出来非常的仓促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资深的媒体记者 他们对于猎豹案非常的不满 因为他们曾多次想要采访而被国防部拒绝 最后在顾先生上台之后 同意了相关的采访 所以才在两周之前 只是这些单位 像202厂、中科院、209厂他们 赶快来准备 可是当时D2样车正在进行其他的测试 他正在测试最新版的40枪塔 还有30炼炮的炮塔 所以他们又紧急将D2样车改装回来 猎豹样车的构型 当然它被改成其他的构型在进行测试 主要是因为有其他的单位 准备要在新的年度开始建案 来采购 二代云豹的车体 还有相关的这些装备 所以接下来国军应该会有更多的二代云豹 来加入我们的战斗序列 可是这一次的展示 美中不足的就是有点仓促 然后展示的过程里面 有一点小小的吐试 小小的失误 不过狭不掩瑜 我对于这个展示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那很多人关心猎豹 还有云豹车系 上面有没有空调 我们先来看 假如你安装空调的话 一定会看到很多的散热器 就像我们冷气的室外机一样 像这个是M1128 它直接就挂在外面 因为它整个系统非常容易热荡 所以后来美军也加装了这一些的空调设备 而在云豹车系里面 它并不叫空调 它叫通风过滤系统 原先是和声化的考量 从第一代云豹上面就有安装 那它的功能包含了冷气的功能 所以帮大家证明一下 这一套系统叫做通风过滤系统 所以请大家放心 云豹车系是目前陆军装甲车里面 少数具有空调设备的车种 所以在云豹上面 服役算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 另外有关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过云豹上铁路 来进行铁运这一件事情 感谢Daniel成兄的补充 因为主要是高度的问题 除非将云豹它的悬吊 这些都降至最低 轮胎还要放弃 看起来压到三公尺以下来进行铁运是可行的 而且还要将遥控武器站这些都包好 主要是因为台湾的铁路目前大部分都是使用高压电的电力车头 那我们军用的铁运它会改用R型的柴油动力的车头 可是在路线上因为这个高压电缆 它这25000伏特 在1.5公尺的范围内就会赶电 所以很容易造成人员在现场作业上的危安因素 危安事件的发生 这也曾经发生过好几次 所以目前台铁电车线的高度 站内是5公尺 站外是4.7公尺 平交道是5.4公尺 所以车子上到铁皮上面 这高度不能超过4.2公尺 所以也难怪我们其实并没有看过有云豹 上到铁皮上面去进行长途的运输 未来云豹的发展车系 应该会在猎豹战车通过测试之后 会加速进行像双联装的 1.2公尺破炮的车型开发 希望能够参考像芬兰他们的EMOS 这样才能发挥1.2公尺破炮它的全部火力 像EMOS它可以设程达到10公里 具有多弹同时弹灼的能力 而且整个系统是采用自动装填 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 假如能够做出来这真的是冰工厂 他们在技术上的一大突破 另外也有朋友也有提出说 炮管或许可以进行一些外形上的优化 这样不但具有逆中上面的效果 而且对于相关的散热 这些都会有帮助 另外云豹车系还缺乏了防空型 像美国的史翠克系列就采用里奥纳多的武器战 这上面包含了4枚的赤针飞弹 还有XM91430公里的炼炮 它也可以安装地域火反战车飞弹 当然现在他们也有将这部分也改成4枚的赤针防空飞弹 最重要的是它有4面的毫米波雷达 对于木货的能力进一步得到强化 除了美国的系统以外 目前国际市场上最受关注的就是 德国蓝银金属公司的天空游侠 Sky Ranger 30 大家记得三菱系列是属于这一门炮的口径 所以蓝银金属也有出三菱机炮的版本 它是采用奥利康30公里的机炮 可以加装4枚赤针飞弹等级的这些轻型的 红外线导引的飞弹 然后配备有5面 意大利蓝银金属的S波段AISA任务雷达 它可以安装在像德国的全师 这一类的轮型装甲车上面 这是目前军火市场上自首可热的产品 有关意大利的AMMRS波段的AISA雷达 它有5个雷达天线 然后提供360度的覆盖 这个是刚刚那个炮塔部分的特写 这一座雷达可以针对直升机 有12公里的探测范围 对于飞弹的探测范围超过了10公里 对无人机的范围超过5公里 所以它完全考虑到现在战场上面的威胁 当然台湾跟莱茵金属因为受限于德国 他们的政策 这在未来应该是希望可以突破的 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天空游侠它本身有35快炮的系统 可是35快炮系统就没有配备雷达 它已经在食人鱼系列 就是美国的史翠克系列 它的技术来源 在食人鱼上面它已经完成了相关的测试 它是采用一具X波段或者是KU波段的雷达 还有一具EO IR红外线光电瞄准仪来进行幕货跟锁定 最后猎豹炮车我们是给它80分的评价 因为在台湾薄弱的车辆工业基础之下 可以做出世界级的产品 已经非常的难能可贵 虽然大家看到D1跟D2样车仍然有精进的空间 但是不要忘记它本身是人员运输车直接来修改的 所以并不属于一开始就用炮车的车体来进行设计 也感谢202厂中科院209厂还有工研院相关人员的努力 也期待明年D3样车会有更令人惊艳的表现 好了我们这一集就为大家补充有关于猎豹腰动五公里轮行战车 相关的这些讯息 还有上一集我们不是很理解的部分 有长官来为我们进行相关的说明 来让大家更了解猎豹腰动五公里轮行战车 在跟世界各国的产品相比较之下 并不会特别的逊色 甚至在很多方面的能力 尤其是车长他具备有列尖的能力 这是很多主力战车目前还没有具备的功能 所以也请大家多一点鼓励 少一点质疑 相信云豹这个车系在目前陆军会继续采购下去 甚至在未来海军陆战队还有宪兵应该还会再继续采购 台湾会有自己的云豹甲车 在台湾的土地上继续守护我们大家 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